大家好 欢迎收看治愈系心理减压节目 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叫我们小默默 我们的任务呢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逗你笑 我是宅优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有些职业被人认为是高级 也只是名字好听 听上去高级罢了 其实呢我想一想啊 只要换一个表达方式 很多职业瞬间就高端打起 上档次了 比如说变焊工 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职业 比如说挖偶工 这是一份令人惊叹的工作 又比如说专业下水道疏通者 这就更厉害了 从事这份职业的人啊 都拥有令人窒息的操作 说实话 下面这个操作啊 还真是挺令人窒息的 哇 啥操作 从观众的反应看来 这个魔术变得还不怪啊 主人 你以为把酸奶拿得那么远 我就吃不到了吗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哇 说了呀 减肥 你还是把自己吃伤了胖子 说 是不是把我的狗粮都吃了 给我吐出来 不要嘚嘚啊 待会技能冷却十秒 你给我等着 如何假装自己有个女朋友 你需要一只口红 还有伸缩自如的大肠鬼 学会的这个技能再也不用担心情人节被虐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